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条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 欧巴马总统势必会跟国会 共和党人士进行激烈的讨论 好 其实现在美国财政 还是面临两大危机 让联准会意外的按兵不动 走在今年六月份 吓坏了大家就是因为联准会宣布 要开始缩减QE了 投资者是纷纷地撤退股市 那么现在联准会当然是 不敢再随便地放话 维持购债规模不变 但也表示没有时间表 意思就是说 现在不锁手 可不表示以后没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纽约时报的报道 什么事呢 当然都是要往前看 这个钱是金钱的钱 有时候当然也会有负面效应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我们来看到 大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被子女抛弃在环境差的住所 吃住条件很差 甚至还引发忧郁症 这调查发现 大陆65岁以上的老人中 有25%的人生活贫困 另外40%的人出现了忧郁症状 这种情况在农村显得更为严重 其实这显示出的是平复不均的问题 还有待改善 那么男女平等 是否还能往前再跨一步呢 来自英国卫报 新闻焦点 我们看到英国在野党 自民党 因为自家的国会女性议员太少了 现在正在考虑要采取 保障女性议员的计划 好 这一直都是大家的愿望 男女平等 世界和平只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真呢 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伊拉克 伊拉克内战结束之后 宗教引发的暴力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迪亚拉省这个区域是什叶派 逊尼派不得阻害阿拉伯人 争夺权力的混乱地带 这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爆炸意外 越来越多的迹象透露 这里恐怕会和叙利亚一样发生内战 好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看世界 再见